那他們就說 請問妳要自己組裝 還是我們幫妳組裝 我說那有錢嗎 他們說是啊 要 我們好像多收七八百塊 我現在忘了 而且妳要等那個工人來裝 我說還要等他時間 那我說要幾天 他說等三天 四天 然後約了一個時間 我說好 那就下午兩點到五點 剛好那天我沒有課 我就等他來 結果終於三點 三 四點 五點 之後到了一個男的 髒得要 是個工人 全身髒髒 妳在期待什麼呢 她是個工人 她是個帥哥嗎 妳就是可以叫她 先去洗乾淨啊 她跟她講 她躺了一個很大的那個 根本躺不進來 還得把我的舊的沙發搬出去 然後再來拆解這個大盒子之後 她全身已經臭到爆了 妳知道 我就想說 看我要跟她到底要耗多久 我就說師傅 不好意思 我問妳一下 妳一天要組多少個 她說一天八個到十二個不等 我想說那很好 那一個組多少 她說不會很久 大概四十五分鐘一點 我一定會離開 我想說好 趕快算 趕快算 她就背著我要開始拆這個箱子 突然間我發現 她腰上掛了一排一個工具 電鑽 螺絲 幾次 槌子 帥爆 我好重 她整個慌起來 妳跟她吐米黃色的 她不是在你撞嗎 沒有 我突然聞到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撒發在哪裡 我的笑容器 我就拍我的包 然後她就收一場景 我就說拍照片 我說沒有 我不是拍妳 我就拍一拍 然後就趕快拍她後面那個 電鑽跟那個在地上 然後她就開始做一組裝 然後她就開始 因為她很熱 把衣服多了 她沙發煮到快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坐在那個地方 看著她走 我就說 這房間什麼都不缺 她覺得沙發也就是這個男人 然後妳真的要去洗澡了 沒有 然後她 國內有一部很明顯的片子 叫水電工傳奇 我講一句話 然後她就快要走了 她就說 她說不好意思 那妳這樣做完之後 還要怎麼嗎 我說沒有 她說那小姐 請問妳要不要試坐看看 看坐得好不好 我說我很瘦 妳看我這麼瘦 坐下去沒有效果 我說您坐吧 你知道因為她那個打 她兩邊的毛那個汗味多濃 她整個坐在那個地方 我說妳加她久一點 我說 聽我講 我就馬上鋪成那個沙發 我說 我現在知道了 再隔三四秒 我再買一套沙發 超級 吃不夠了 突然覺得那個是男人味了 也不錯了 而且那個味道是原始的 這個是 楊醫師 這是另外一種病狀嗎 她剛才開始到現在都像個 獵犬一樣 這樣很男性特爾蒙 我現在大概知道她的年齡了 年齡的秘密是不能講的 但是像狼 像虎的年齡 大概是現在身上 她可以應唸的 費洛銘效應那麼強 至少她是很快的 對不對 所以她其實 就說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有再看自己討論 不管你是單身男生女生 就是你心裡很孤單的人 你看其實有朋友 可以聊得這麼開心 雖然她一開始 是一個悲傷的開始 所以我們想關心很多很多的人 請你們不要輕易丟下 我們這些朋友好嗎 今天在這邊 當然我們還是要提供 很多這個單身女生 偶爾喜歡喝一點酒 我們可以讓妳知道 怎麼做一些下酒菜 那當然也不要飲酒過量好嗎 希望還是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然後